讓對手有一些成長空間 繼續的跟注 就是支付 支付那個價值 所以其實在玩家下注的時候 通常不是為了一個注碼的數量 而是根據對手的手牌範圍 來決定自己要下注的尺寸 喔 喔 喔 這裡我們可以看到 對 River 我剛剛說如果來張六就有意思了 這裡 對於 Dominic 來說 最差的一張牌出現了 這張六給了他一張七成順的一個牌 但是對手是一個上順 他這裡會想我輸的牌 輸 七勾 輸 勾圈 那我覺得這把比較有意思的是 我沒有辦法確定Bernoman 到底是要bet overbet呢 還是他要check race 如果要bet的話 應該會打一個比較大的size 讓對手支付 可是他必須也要想說對手沒有一些牌是miss的 對 我覺得如果bet的話 應該是overbet 這裡可以看他對對手的範圍在截圖 因為 對啊 因為在結構上 我現在想了一下 我覺得會比較傾向於overbet 因為 在這個結構上 對手 沒有這麼多的順子 所以很有可能會在River就直接check掉 對 直接選擇跟注 21萬 在17萬5的 底持下注了21萬 然後看到了對手的上升 他覺得有點後悔打太少 不過也蠻多的啦 打了一個overbet了 對 因為他如果確定對手是能拿到順子這種牌 其實太窄了 他有對手的範圍 對 太窄 而且他自己本身又拿了J跟Q 對 這樣子如果就是說 每個牌手都幾乎能猜到對手手牌 那這個遊戲也就太誇張了 對啊 幾乎可以根據對手的支付能力去打一個柱嘛 每手牌都這樣子的話 這個遊戲別人贏不了了 對 Dominic非常的可惜 在River拿到了一張關鍵out的情況下 被對手上升壓制 目前他只剩下45萬的積分牌 還剩19個大碼 對手上升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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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重要的 應該是吧 在這邊 任何理由的還剩下 起鍋是 改靈的 一下 還很難 比我用手上 我们看到我们的Dansmith是在这里面选择加注5万 但我们还没有看到他的手牌 在装位的Bondomore是选择了跟注 我来看一下大盲位的Workson 我还是真的非常喜欢他这件衣服 他的每件这样子款式的衣服都有一个很长的一个领子 可以当做帽子来用 每次他跟别人 他会把自己包起来 对跟别人打一个翻后的时候就把自己包起来 所以他代表说 你看 代表说一个这么强的选手Verguson 他已经是世界顶尖的牌 代表说他也知道自己紧张是没办法控制的 对 所以他要保护自己 不要被看到破绽 对 这位牌我们来看一下 一个Go83的Flop 我们试试看 看看在看不见底牌的情况下 能不能根据两位选手的下注去 在盒牌猜测他们的范围 如果他们能打到盒牌的情况下 我们现在没有看到双方的底牌 选择跟住 那么两位玩家 这里的手牌范围已经比较明显了 这是Smith 这里还可以用任何牌去做一个下注 Open Racer是Smith 然后Ponomo是盲住抵抗 Ponomo在这里至少是有一些的A场 有一队8或是 中8中勾或者是像 我们来猜一下Ponomo牌好了 因为我觉得Smith的牌可能比较难猜 因为它Open Racer 那Ponomo是Defend的牌 所以它不可能Defend太奇怪的东西 我猜Ponomo有可能是一个 Q10 90这种牌 8、9 中一个8或是一个卡顺 或是一个双头顺之类的 差不多 它的范围里面我觉得有一些 90 然后 10圈 圈K 对 圈K 然后一些 甚至是一些 A10和A圈 圈K 就比较fancy一点 Bonomo我猜 也有一些80 反正我觉得应该有个8 有一个8 有个狗 有一个卡顺之类的牌吧 来看一下 那我们来换来猜Smith吧 因为Smith是第二发的下注 那Smith是一个Open Racer 所以他可能有一些A10 A圈 有中K 有中K 有中Z 我们已经没办法猜了 他们没有打到盒牌 好好看底牌啊 对 看不到 我觉得他这里是有一些10圈同色的一些牌的 你说Smith 对 也是有可能的 因为在 任何的桌片 任何的 因为在 对 对 因为在那个flop的时候 如果是10圈之后牌 也是有一个卡顺 对 带半高张的 单高张的一个 一个概念 在Tend上一张K 增强的情况下 他是可以去再做一枪 从身处的挑战 对 准备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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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的波诺萌在这边有一个不错的骑士手牌 那位置也还OK在倒数第二位置 那有效筹码也还蛮多的 这边有可能会选择一个跟注 对在后置位的时候完全可以选择跟注 不用把翻前的抵制造的太大 特别是这颗牌是特别适合玩一个翻后的游戏 用一些优秀的结构材 全个牌去跟注前置位的下注 然后利用位置优势以及手上的优秀结构 去打一个翻后的一次 非常的好 两位玩家目前都击中了顶队 在十七八两方片的flop 两位玩家都没有方片 我可以说是都没有买花的概念 在前置位过牌之后 波诺萌这里应该会选择一个下注去保护自己的顶队 做了一个七万五千的下注 这里我们稳健的Jaton继续使用A10在这里防守 他的顶对顶踢 继续选择过牌 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传奇扑克超豪赛2019年季州战的主赛 200万港币买入 这一把在翻牌双方都集中了顶队 皮特军队是我们打的在桌上算是一个比较偏比较紧的玩家 这样子的玩家不太容易犯一些错误 可能会在一些小的底池的对抗中被对手缓慢的剥削 但是一旦被他抓到一个机会 但是一旦被他抓到一个机会 他是可以在很多时候直接收下一个大的底池 波诺萌支付了一个大盲在River 这把他损失了六个大盲 对 领队输六个大盲可以接受了 对 非常合理的支付 谢谢大家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Hexor 在UTG的位置拿到了K9同色 选择加注5万 那这边比较有意思的是 我们看哈克森在UTG的这个K9童话 是我不会玩的牌 你会玩吗? 我...我也不会 K10童话我会啦 K9童话我就可能会想说有点太松了 那我觉得也有一些原因可能是 我们哈利波特他的筹码稍微比较健康一点 那在比赛中筹码健康 同时意味着你手牌范围可比平常稍微多晚一点 就像刚刚的Verguson的Paket7 大概20个大盲直接盖掉 那我相信Verguson如果他有... 200个大盲的话一定是秒扣 50个大盲可能就可以去玩 因为你才有办法实现你这个牌的价值嘛 不然你冒一个这么大的风险 只有20BB跟住你10分之一的筹码去抽一个 去抽一个三条 没抽中少了2BB 也代表下一次翻倍你就少了2BB 就等于少了4BB 所以每一个阶段的时候的筹码的 像那时候他可能比较少的时候 必须好好保护自己的筹码 可以看到这手牌两位玩家都击中了对子 R5直接在TEN上的一张5 是对我们的枪口味玩家直接实现了反超 我们的Smith现在是拥有82%的盈率 那Smith后手大概还有 三十六个大盲 三十七个大盲左右 我们拥有92万的筹码 目前在 迪池中是有20万5千 那我们的 Smith选择了Check 那Huston这边有一个顶对K 那在这个结构上很有可能会继续下注 可以继续下注 因为对手可能会有一些 像他像我们一样看到队友是5-8 代表说他还是有可能会有一些6-8-4-6 一些继续成长的空间 我觉得这边可以去做一个让对手 让对手继续便宜买的一个注码 那我可能会选择下注一个7万再转牌 那我觉得Check的话River也会是一个Bloft catch 那我相信Dance Smith这边应该会做一个价值下注 虽然一张就沉顺 可是对手在UTG不太有这么多的6的范围 我猜会是一个15万左右蛮大的一个价值下注 因为这里其实可以明显的感觉出来 我们的枪口位是很难有一张6 因为如果你有6的话 你几乎只有两手A6和66在这里是可以在Flop做下注的 我还选择下注40% 可是我是会下比较大一点 就抓对手上的不相信对吗 对啊 可是这边的Bed也算是蛮精准 如果下这么大对手可能就不跟了 这个SizeK配可能会跟的 这是给对方一个数学上难以拒绝的一个注码 对啊 5分钟 他选择跟注 8分钟 可能会有这样的 那 在当下我选择下注15万 我可能没想到仔细一下 他下了8万5 我回想 为什么会下了8万5 那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因为 哈斯坦在转牌做了一个check 那 排力不是很强 Dance Miss可能是瞄准对方的QQ JJ在打 所以 没有打这么大 给了对手一个8万对28万的一个抵制赔率比 那么也就是说对手只要有28%就接近三成左右的赢率 就可以去实现一个跟注 那么他的顶对一定是可以领先对手下注范围里面至少三分之一的组合 所以他这里选择了一个合力的支付 我们有的时候打牌在合牌的跟注 除了去判断对手的牌力大小以及自己的牌力大小之外 还要严谨的去计算一下 跟注的赔率 你需要去赢多少对手的组合范围才能实现真EV 如果你能经常对对手的牌的范围有一个精准的解读 然后根据你的系统去跟注对手的合理赔率的话 长期以来你是一直可以实现正希望的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观众朋友可能会问 那对手如果一直下超大的注码不让你跟怎么办 那其实这个是无所谓 因为在锦标赛中不是一个人对一个人的游戏 一个人对一个人对抗 对手的过渡游戏他的弱牌一定会对对手自己的生存环境 球马生存环境造成很大的压力 以及被其他选手进行遭到剥削 对那Denis Smith这边观众可以看到选择的一个扣 那其实在很多人拿到A8 OF在这边可能会选择一个3bet 对也是OK的 因为面对的毕竟是庄位的范围 对因为A8还是领先庄位的大部分范围 对 A8 我们来看翻牌 是269杂花 这是一个RimbleMan 大盲位玩家是 拿到了一个卡巴的顺子 脚 另外两位玩家分别是A High 那在这个比较干的结构上 Brain Kenny会不会试着来偷这个底词呢 来个7万 6万 被夹在中间的 Denis Smith 比较难受了一点 这边我看过很多人做check race 这种牌 70童话 对啊 1overcut带Baito Flush的Gasha 对 那再加上对手的 又打得比较松 如果是Peter Jettin的话 可能就 也不一定啦 这边我觉得很有可能会做check race 这里是一个最好的 最好的几手check race的 就是低showdown value高权益的牌之一 这里做跟注也是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有些牌手会在这里在这个flop选择用这首17同色选择check race的缘故在于因为这首牌如果是没有买到他想要的后门花或者是顺子以及他的石那么这首牌其实是很难有摊牌价值的为了弥补摊牌价值的不足 那么需要得到对手更高的气排率 那么你知道其实当你一直跟注的时候对手是很难拥有气排率给你的 那么当你在flop选择对对手的一个宽的范围选择check race的话 一方面可以直接通过对手的气排拿下底持 另一方面即使对手跟注你还有很多的一些出牌去实现你反超 那么可以看到我们的Hackson并没有在flop做一个check race 他选择了在turn上反主动下注 这是一个check off flop lead turn 我猜不然肯定这边有个gatter是不会盖掉的 那Hackson没有中的情况下 River会不会选择bluff呢 他这边没有摊牌的架子 我觉得他应该会选择一个像架子下注的柱马来试着打开对手的一些high card 对这里我觉得其实这里的合牌范围倒是比较广了 因为对手的手牌范围依然是比较的宽的 这里一个15万到40万的下注 我觉得这一个范围里面都是很合情合理 我猜他差不多下个20万 对放弃了 那他放弃了这里 直接是Ahigh拿下了这个底持 River应该打个20万就赢了 果然没有摊牌架子的时候不能随便放弃 对 因为对手很可能也没有什么很高的摊牌架子 不过这条line在flop和turn上的一个check off flop lead turn也是非常的不错 他的效果得到的气牌率的效果差不多是跟flop的check race有点像 那这条line相对于flop的check race的好处在于在turn上 如果在turn上的一个lead是可以说是封锁了一个底持的规模 因为你在flop的check race被人家call住之后 如果你要选择开第二枪到turn上 那么这一枪会带给你的是很大的代价 你必须去打一个哪怕是三分之一到四分 哪怕是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底持 也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注码 而他选择check off flop在turn上lead的话 那么这个付出的代价可能会更少一点 两条行动条都有各自的优势所在 感兴趣的玩家选手都可以自己练习一下试着 看一看哪一条line你自己用起来是得心应手 自己也可以研究一下到底哪一条line可能是更科学一点 因为我们知道无限柱德州扑克 他的魅力就在于无限柱 每一个玩家都可以展开自己非常大的自由空间 去做一些非讹定的下注 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游戏几十年以来一直在发展 从未停止 还有那么多大事 至少是可以联系成员的 至少是一个小型参加的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Adams在枪口位直接盖掉了钩石杂色 Dominic也盖掉了A8同色 这是一首可以游戏的牌 但是在他的这个马量来说 十几个盲珠已经不支持去打这样子的半结构牌 可以看到这就是为什么他不打A8同色的原因 因为很容易在九人桌遭受到这种压制他的牌的加注 那这把Dansmith有一个Q9 我相信Q10他应该会选择跟Q9同化稍微弱了一点 那就会陷入一个比较边缘的一个状况 那Q10其实很好跟住游戏番 那Q9他有可能会盖牌有可能会选择3B进入这个底池 我是觉得Cole就比较不现实了 应该会3B或是盖牌 他已经思考了这么久 盖掉 我是比较请教于盖牌啦 可是我觉得如果你要玩的话可能也需要3B 就比较边缘一点 这K9也是啊 K10的话K10同化应该也是很好跟 两个洞跟三个洞还是有一些差别的 我的装位的话可能会考虑做一个3B 但是在Cole位还是稍微边缘一点 因为盖掉的话就是非常稳妥 不会犯错误 那Huston的牌 K9同化跟Q9同化差不多意思 他们两个应该在想同一个问题 那K9的话3B会比Q9好 因为你还是block到一些K嘛 所以K9可能还是会稍微好一点 我们已经很多次看到自首牌 在后置位的一个在家主 Huston在UTG还open K9同化 所以这个可能是他的一个爱牌 其实很多玩家都会在这里装位去3Bet一些K9同色 的确是一手在3Bet范围里的牌 在很多一些玩家的系统里 在这场系列赛中我已经看到3次 那你觉得K9的打算呢 我觉得会是一个4Bet或者是一个Cole 这边他的牌领先对手的范围蛮多的 因为他是Hijack 那AJ算是一个前10%的牌 所以 选择了4Bet 收票第一次 对 遭遇4Bet时直接可以选择7牌 A-Go也是我的范围里面一手 面对松的玩家 如果我是A-Go拿在前置位开始的话 面对后置位松的玩家的3Bet 我是会把A-Go这牌放在我的4Bet诈呼范围里 是 A-Go同化可能会扣吧 因为翻牌后比较好游戏 会拿一些不同花的牌 因为一般性都是会倾向于 拿一些 就是show down show down会比较好 然后结构会比较差的一些牌 去做翻前的进行动作 结构更好的牌的话 可以在翻后得到更好的听牌价值 倾向于跟注 好我们可以看一下来自加拿大的 Adams现在是106个大盲树 318万的积分牌 排在第一位 在之后第二名到第五名都相差不大 都是接近50多个大盲树 有点色列 很封锁 你一定会用到更多时间 你觉得去找个锻炉 我会用个时间 这是我原本的计划 但我手很漂亮 我應該要把這個放在我手上 之前做什麼 Vorgerson這邊Pocket 5 我覺得會是一個加注 他還有18個盲柱 應該在這位置還勉強可以玩 這個邊緣的隊伍 因為他位置稍微比較靠前 還是選擇蓋掉 還沒有選擇玩這個邊緣的Pocket 5 其實現在他的策略來說 就是等一手可以跟對手對抗的牌 那麼在這手對抗的翻倍中 他需要取得一定的優勢 至少是一個不弱於50%吧 在加爾的位置玩55在9人桌 實在是 的確是有點勉強 最邊緣的啊 對太勉強了 他剛剛是UTG加2還是加1 加1 加2 加2的話就是ROJACK 看一下 好我們現在獎金出爐 第一名可以獲得3060萬港幣的獎金 就算你是第六名出局 進入獎金圈都有630萬港幣 那據我們所知 我們David Peter 不知道是買了四手還是五手 他可能要 拿到前四名才有辦法 回本並且贏利 好我們 Dominish 有一個 15BB嗎 16BB 16BB左右的 16BB左右的 籌碼量 所以在UTG選擇加組 那David Peter這邊很尷尬的90 蓋到他就可以all in的牌 可是在這邊卻只能選擇蓋牌 那剛剛我們也有看到 那不然Kenny有一個Pocket Deuce 也是直接蓋掉 有效籌碼 在只有16個 大盲柱的情況下 一手90同色 那剛剛聽到廣播 下一把又要生盲了 對 那 Adams 在小盲跟了一個90同化 那我們剛剛看到後面的 David Peter是90 Diamond 是已經蓋掉了 Dominish 遭遇到對手在小盲的跟住 那對手的跟住範圍會有一些 10到K的組合牌 也會有一些 A10 A勾 AQ AQ可能是應該沒有啦 那當然有一些 像 我們現在看到的90 那當然還會有一些 667 7 8 8的對子 那Dominish在這邊下注 5萬 試著看能不能把對手 可能是 667 7 8 8這種牌 還打蓋 那本身自己也有一個 卡順的聽牌 那AJ我相信在這邊轉牌應該會是個check 那我之所以會覺得check 原因是因為 對手能在翻牌跟住你 那他要嘛就是有K 要嘛就是有死 要嘛就是買順 那調出這張K之後 如果選擇下注 對手的 我剛剛所說這些牌都不會蓋 會蓋的都是買順的牌 那如果對手是買順的牌 我手上AJ 我會覺得我是領先對手 我覺得是有攤牌價值 那我覺得這邊會是一個check 拿一個free cut 或買A買J買Q 我們可以看一下他這裡 Dominic果然是check去看一張free cut 那沒有看到 我覺得River會是一個 十萬的價值下注 他十配應該覺得自己領先 他十配應該覺得自己領先 這拳的check call也沒有什麼問題 對 這拳的check call也是沒有問題 對 可是依他們對於對手的手牌的 能力的解讀 他下的稍微小了 在八萬的底次下注六五 sorry 在二十八萬的底次下注六萬五 尋求一些搏架值 那這邊A勾是很有可能 會抓這二點二BB的下注的 因為對手像我們剛剛講 他有一些順子的 聽牌破產 對 那可是比較尷尬的是 這邊有J可能不會跟 這邊如果我是一個A8 A9我還比較傾向於跟 AJ反而比較難跟 因為他的勾是 就是阻擋了對手的 阻擋了對手買順的組合 所以這邊反而我是別的A High 我會覺得會比A勾好跟注 對 那這些是一些比較更深入的一些 可能平常大家比較沒注意到的小細節 那這些東西也是想說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你自己的手牌其實會影響到蠻多的 因為你可能手牌擋到對手一些 擋到一些對手買順的組合的時候 那對手是10牌的機會可能就會稍微大一點點 這也是很多優秀的頂級玩家 會在手裡有兩張Nuts blocker的情況下 會對對手合牌的下注進行一個巨大的反操作 就比如說如果在排面上是有97xNuts 的情況下 你手裡只有一對七 而對手可能是頂兩對 或者說是頂對頂踢這樣子的牌力 所以在盒牌尋求一個價值下注 那麼這裡如果牌面拉出來是568 568 568AK這樣子的一個牌面 那你有一對其實真的是可以 對對手進行一個大額的盒牌下注 Morgensen一直遭遇到一些難題 他的籌碼量並不是太多 那AJ雖然是一個蠻強的手牌 可是在UTG其實也算是一個 比較邊緣的一個起始範圍 那現在Dominish對到UTG的Race 其實88很尷尬 因為這88就是對UTG來說 並沒領先太多 不領先 不領先太多 就是可能差不多 強度比起來差不多 所以他沒有選擇OE 他只有死個蛋盲他也沒有選擇OE 可是我相信如果閃掉一些高牌的話 他會跟對手打完 這個時候他是非常的定心了 這個時候是非常的定心了 就不管你範圍是什麼東西 在後手籌碼跟底池1比1的時候 他現在只需要考慮的是我如何分步驟 把所有的籌碼放進這個底池1 那MG現在也會同時在想說 對手的範圍有什麼呢 那他的A勾其實領先的對手很多的抵抗範圍 所以我覺得 他可能會試著下一個小小的住 假設被跟他可能就會放棄 我覺得check也沒有什麼關係 對 因為可以看到 這裡大盲位 對一個槍口位的防守 而且是一個槍口位加住 85000的一個防守 他的排力應該是不錯的 可是因為他籌碼比較少 只剩10個大盲左右 其實他有一些10溝啊 一些90啊 這些牌都還是有可能會選擇的 對 因為我們知道是越是籌碼量少 你進去之後的黏遲度是越高 你一旦擊中就可以直接 直接打完 對直接打完 所以很多玩家會覺得 啊我籌碼量越來越少 很多牌我就不玩 其實按照現在比較先進的一套 數學理論來說 你籌碼量越少 你的大盲位需要的防守空間是越大的 對啊 中一張就跟你拚了 對 球翻倍 對 那我們的Domitius選擇在轉牌 主動下注55000 那我相信他這個下注的原因 應該是他不想要在River看到 5 7 10 或者是一些Diamond 或一些Kill Asian的牌 就是Kill Asian就是 對手動不了 開一些牌讓對手慢下來 對 其實這張9就有讓對手慢下來的 的機會 所以他也試著希望對手有一些牌可以支付 因為這邊可能對手有一些 呃 時時勾勾 可能不一定要 可能會有一些牌可能就 不會繼續打了 因為 開得太黏了嘛 他們要保護 然後River可以很簡單的跟住對手的一個bet 所以他擔心對手check過去 所以他這邊主動下注 對 那Murgerson這邊應該是沒辦法抵抗了 因為他知道對手在BB位置 只剩下後手這麼一點點籌碼的情況下 他依然在吞上選擇一個很小的下注 這個行動本身就是一個比較危險的訊號 他選擇繼續去便宜的看 因為這裡Dominic也是給了對手一個太好的賠率 對 一個太好太好的賠率 那這個時候在合牌出攻隊的情況下 他已經沒有任何的害怕的牌了 撞到99什麼的就送給你了 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對啊 他應該在想說要 要all in還是要check 這裡應該是直接all in了 對直接all in了 這個後手籌碼 check會 會把 會把對手很多一些能有攤牌價值的牌 就給攤下來了 他這裡不能讓對手有一個免費攤牌的一個空間 所以應該要選擇 對 這個後手籌碼也是非常的舒服 因為他的前面兩條街已經是 給自己的一個後手籌碼 造成了一個非常非常好的一個投入比 那我覺得他在五秒鐘之內 果然在五秒鐘之內要令了 那我們的Vergason 後面只剩下十二個大盲 面對一個五個大盲的all in 他這裡知道這裡已經不贏什麼牌了 對手的這條line實在是 在他的這個籌碼量顯示的牌力是有點太強了 可以看到他胸前是888Poker的一個logo 他算是888Poker裡面的頂級team pro 對 就像是Daniel Naguaro在PS的地位一樣 對 他算是888的封面人物 對 直標性人物 這時候他的888的logo也已經顯示了他的牌力三條八 三張八 對 我們看到我們的Adams繼續以110個大盲數領先 為大家帶來的是 傳奇撲克2019季州戰 Super High Rural超高額買入豪客賽 200萬港幣買入的No Limit Hold'em主賽 目前是賽事進行到Day 2 Final Table 我們今天的這場比賽會進行到只剩下六名玩家之後 明天會帶來六名玩家的一個決賽 我們可以看到這場比賽是在韓國濟州島 濟州神話世界度假村藍鼎娛樂場展開 這場比賽的冠軍可以拿到整整3060萬港幣的獎金 亞軍依然可以拿到2120萬獎金 第三名是1360萬港幣獎金 第四名是1039萬 第五名是815萬 第六名是630萬 也就是說這場比賽進入前六名的前圈 就可以保底收穫超過600萬港幣的獎金 前四名都是超過1000萬港幣的獎金 這就是超級豪客賽 高買入的代價 以及高水準的較量 去贏取最高的回報 我俩稍期待了 BONOMO直接O-IN 他遭遇到了一手77 那這裡是一個跟注 O-IN Cover了對手 那K9也是一個10BB的O-IN的NESH RANGE 對 他在這裡有50個大忙的後手籌碼 那麼在後置位的小忙和大忙玩家都是短碼的情況下 O-WOW 這個Flop 基本上是Jone Dead 看轉牌如果沒有疊派的話就 好 走遠了 我們的Borgerson在第9名出去 我突然發現Borgerson的皮帶好像是跟我同一根的 哦 是嗎 你看 什麼的皮帶啊 我沒看到 像龍翔 好像是 是BV的嗎 不是不是 是龍翔的 哦 我不懂 真的好巧耶 所以整個站了起來才發現 我可能會失去 他差不多用了一半 他差不多用了一半 他應該要用了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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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手牌 Dance Smith在槍口位拿到了一對石 是一手非常強的牌 在把人桌他選擇在槍口位開持加注 兩個大貓 兩個大貓 但是 面對中智偉的加注 波能不能一手 對巴士一定會做一個 跟注 對中智偉的加注 是一定會做一個隔離的 那麼對於槍口位的加注 他也對巴士謹慎地選擇了一個跟注 來打一個翻後地池 那相信在這個flop 我相信是都不會棄牌的 那對於Dance Smith的範圍 他很有可 應該是要選擇C-Bed 畢竟UTG他有 比Ponomo有更多的K 那選擇了個Check 那Ponomo會選擇下注嗎 選擇下注三分之一 去找一下自己的位置 好的 好 試試看可以是得好 還是不得好 好 那J的Dance Mix 在這裏 可以做一個標準的過拍跟注 好 又是一張八 看來有打坐有差 運氣會比較好 對 不過那麼的運氣 在這場比賽的運氣是真的不錯 那我覺得這邊的八八應該是選擇一個小的下組 因為對手選擇 Check Call 這個 Flop 可能不一定有這麼多K 可能有一些勾勾 圈圈 死死之類的 甚至有一些是A圈這樣子 因為覺得在這樣子乾燥的面 他的高牌面也是需要抵抗的 選擇下注是二萬 比三分之一多一點點 我覺得這個死死應該也是會抵抗個兩發吧 那我們剛才看到Johnny的Moromo在IP Moromo在IP其實有拿不是太強的牌連續下注兩次 在River可以獲得一些比較便宜的攤牌 對 River掉一張死的話就精彩了 對 其實這裡哪怕是蹭上不掉一張八 他在轉牌的一個下注 也是可以有一定的意義的 因為他的轉牌的下注就是防止了對手在合牌 做一個激進的動作 也有點就是封鎖對手在合牌行動的意義所在 這個在德州撲克的數據中叫freeze action 去冰封住對手在合牌的一個行動 你覺得會來一個一百萬的OE 哈哈 我那麼輕易常常在River200%的下注 對對直接是一個超池 甚至兩倍三倍的一個超池下注 那現在就是要抓對手的top range 因為對手你這邊打小一點 對手會抓就是會抓 對 所以我覺得這邊 打Olin也不是不可以 因為我覺得有可能 對在這個乾燥的面 相對而言是比較乾燥的面 對手連續過牌跟出兩條街 是有一定排 就輸一個KK 對 可是他當然不會去閃這個KK 所以我覺得他可能會是一個OE 對 我這裡覺得他這裡 真的大概率會選擇直接一個GoLin 就讓對手猜嘛 因為對手過牌跟出兩條街 手上一定是有不錯的排力 那同時那一定也是不相信你這裡 連續兩條街的下注 然後現在對手想超過三秒就已經贏了 因為如果是一秒跟的話就是KK了 對 那我們之前看過Jacky Bonomo 在River兩倍POP 上次我們看到他連續BRAV三次 對不對 都是BRAV 那這次有牌了 所以他也不一定每次的兩倍POP 是在投擊 總要有一些平衡 對 選擇了放棄 我之前有跟官網聊到 Jacky Bonomo是我非常喜歡的一個排手 那當然不只因為他打得好 然後他有一些靜坐的一些方式 然後其實我打牌的風格其實也跟他比較算是接近 應該說他打牌的風格是我會做的事情 因為有些人打牌的一些策略並不是我喜歡的 可是他們也是很厲害 像Huston他們這些 或像Devi Peters 他們也都很厲害 可是他們打牌的風格不是我會用的 就是比如說選什麼流派之類 我覺得BONOMO這個流派 是我覺得比較 我比較容易喜歡 比較容易學的這樣 那你覺得我是什麼流派 我們交手的次數也不是很多 對不對 所以 可是我覺得阿童 雖然打牌的牌齡並不是說非常的長 可是你都蠻有一些創新的想法 新潮流 你對我完全是錯誤的解讀 我是一個很old school 的玩家 是嗎 我可能還是停留在 我最早學牌是完全根據丹哈林頓的 我最早學牌是完全根據丹哈林頓的體系 就是非常非常古老 非常非常古老 現在的話可能會傾向於像Erik Sedell的風格更多一點 所以每個牌手都可以去找一個喜歡的 那因為我覺得 呃條條大路 通螺 那每一個人都有每一個人厲害的地方 那我覺得你可以選擇一個你自己喜歡牌手做學習 像在早期我們打瀑克的時候 就兩條路嘛 要嘛學毒王要嘛學ivy 哈哈哈哈 看你要當一個瘋子還當一個警匈的玩家 對 可以博眾家鎖長也可以去精學一家 對啊對啊 對 精學一家的話它的優勢在於你可以就是對完完整整的去找一個人的比賽視頻 然後一些理論 這樣子體系可能會構建的比較快速完整一些 我英文不是太好 不然我就跑去找Bonomo說 你可以收我做小弟嗎 哈哈 我來天茶地水讓我跟在你身邊學打牌 所以他們必須把名字放在兩種語言 對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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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看到Adams在加爾的位置 選擇開持了他的K9銅色 又是這手牌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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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們上的抱住位選擇用他的溝 merak 對 米歇 非常非常棒的防守範圍 那Aidance 這邊有一個Cadual 正常來說都是會C-Bed的 可是我也知道有一些玩家會在這邊check 做一些平衡 就他們可能不會C-Bed這麼多的Top Pair 那我覺得也是根據抵抗的玩家是誰 那譬如說 首先他有位置的話 可能傾向於打的 頻率會高一點 那抵抗的是盲柱 他選擇頻率也可能會高一點 那可能結合這一點 他可能就會打 那如果你是像這把盤 假設你open 一個K-9通話 你被Button跟住 那我在前置位嘛 那我會選的check 那可能會check一些K-9 就是或者是小盲 你可能會check 因為這兩個位置跟住的範圍 都會比Button跟大盲 就是這兩個位置跟住的範圍 比那個大盲的質量高 對 那我可能就會選擇 會打的比較小心一點 對 應該說小盲位的跟住範圍 跟住質量應該是整張桌子的位置來說 是比較最高的幾個位置之一 在沒有位置的中央之間選擇跟住 因為沒有位置的情況下 根本不可能 就理智的人是不可能去打太多岔牌的 已經在位置上處於最劣勢 如果你的手牌質量還不高的話 你就是沒辦法彌補在反後的一個權益 305 305 300 下處一個30萬05千 1分之1的底 不是真正好好一倍 是一倍嗎 下一個POT 對 真正好好 我看錯了 100個點 100%的BET 100個點的BET 非常的兇啊 這一手中槍是給了Hexen超級大的壓力 因為他知道很可能他接住了這個 30萬的下處之後 那麼底持來到90萬 他後手也只剩100萬 很有可能合牌要吃Hawling 下這邊我覺得如果是 就是JUSTY BONOMO可能就是一個三分之一的下處 是尋求對手更多的弱範圍的跟注 對 那Riverr可以獲得便宜的Showdown 我們場上剩下最後的八名玩家已經非常接近獎金圈 那我們主張籌碼最少的是David Peters 對 十個大盲 再來就是Dominich 十八個大盲 那Chip Leader 一樣是我們的Adams 有116個大盲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Derry Peters 現在是只剩十個大盲 但是他值得注意的是他為這場比賽已經買入了四手 花了八百萬的報名費 八百萬港幣陣 可能正常的人可能一輩子都不一定能花得到八百萬這麼多的錢 他在一天之內兩天之內就花完了八百萬 來看一看他能不能在這場比賽裡面得到回報 為他的八百萬買一個單 感谢观看